大家好,又到星期一的晚上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继续收伏在收伏频道之外 亦都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youtube,patreon 看完这些广告,利用Superfans的功能 赞助何金本人,看完影片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们这一节简单来说,就是说两则香港的新闻 一则是司法案件,一则涉及劳民端的东西 我们先讲一个司法案件 通常讲司法案件,大家仇云惨慕 这一次呢,给大家一些好的消息 这个好的消息,好像骤语中,雷暴中 不是骤语,雷暴中 有一线的光明 那这个线的光明呢,某程度上 都不涉及任何国家安全案件 要将它判无罪的情况 目前为止,国家安全类型案件 依然是绝对有罪 100%定罪率 但是一些暴动案件 即是公安条例案件 非法集结监 这个破坏社会安宁的案件 分分钟你就可以因为 这个人,你片段里面的那个人 不是这个被告 律师可以做一些事情 我都听过一些 是为香港很多一些 2019年反送中事件 反送中抗争 而去做过很多的勇武和和理非 做过的律师和我说 即是他说 如果真是国安案件 没得打的 我们做律师呢 即是陪伴被告一起走 他要走的路 应该要给他援助 给他多些心理上的支持 使得他不敢到孤单 也希望他们不会彷徨无助 但对于非国安的案件 尤其是暴动 那你要涉及到人别辨认 即是这个人 是不是在那个地方出现过 那这个地方 分分钟又有得打 所以就说 他们真是发挥功能的一些事情 就真是在这些案件 那大家不要忘记 2019年11月12日 大鲁山隧道 有两个女生暴动 被判无罪 两个恒大女生下 那法官拒绝折立警员的公词 说警方这些公词 巧合到非常匪夷所思 这件案件 我想几个礼拜以来 我会觉得比较开心的案件 终于有人被判无罪 但被判无罪 都是暂时的 全案可上诉 就看律政司会不会上诉 我想上诉的机会很高的 那这段期间 都未完成完全的脱险 甚至无这个阶段 分分钟利用不同的香港的法例 可以禁止你出境 N条法律可以用 全部都是统治工具 所以我就说 在这段时间 都是默默守护这件事 直到判决 终局确定为止 我们才可以松一口气 2019年11月 有网民发起破晓行动 多区爆发警民冲突 三名恒生大学的女学生 涉嫌在大学比伦的大老山隧道 参与所谓的暴动 三人事隔两年半被控一项暴动罪 一人认罪 认罪的人 还押去到5月6日求情 6月3日就会判役 另外两人是不认罪受审的 很多人说 认罪的人 真是很惨 认错罪 细事很难说 因为认不认到那个人 每个人都有所不同 所以我就觉得很难 现在是一种我不全面掌握 所有事实的情况 说 那个人是认错罪 我觉得没有这种事 OK 另外两个人 是不认罪受审 根本可能 就是根本不是那两个人 你不要老屈是那两个人 是吧 所以我的情况 是不能同日而语 相提并论的 今天 星期一 4月8日 在西国农寨法院 站在区域法院 被裁定 罪名不成立的 就是不认罪两个人 站委法官彭亮亭 拒绝致立警员的证供 说充斥很多问题 包括 2019年的口供 说认出两名女子 事靠一年八个月之后 第二份口供就说 有三名女子 位于黑衣人群的队尾 又形容警员的公词 巧合到非常 彼而所思的地步 可能是一个完全 orchestrated conjured up的一个故事 即是一个fabrication的问题 官员就说 两个被告虽然相当可疑 但 因为控方未能 举证至毫无合理的疑点 即疑点利益归于被告 缺乏具有分量的环境证供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单凭打仗 打扮衣着 难以作出唯一的推论 认为两人参与暴动 是不成立的 法官裁决时 说 本案争议焦点 是被告范子雪 道美仪的身份辨认 即这个identification 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关键是在 警员历9019 和警长52190的证供 两人分别拘捕 第三被告盧正廷 和首被告范子雪 法官呢 再讲一下这个法官的名字 这个法官呢 就叫彭亮亭 彭亮亭法官 裁决时后说 本案争议点 就是刚刚两个问题 而警员 刚刚讲9019 和警长52190的证供 充值很多问题 9019说 他看到一群黑衣人逃走 有三名女子身处 对美 并曾赞写三份口供 分别写在 2019年的11月12日 2021年的7月15日 和2021年的11月11日 法官说 9019的首份口供里面 第一份口供里面 看到两名女子的对美 但第二份口供 事隔一年八个月之后 才首度提出 是有三名女子的 第二变三 是相隔一年八个月之后 会突然之间 梦回了 哎呀 那天会见到这件事 你的recollection 你的memory 你都不可能 一年八个月之后 由两个女子 变成三个女子 解释是收到 调查队队员的内电 要求提供更多细节 因此录取第二份口供 那这个基本上是一种 被人去 说完之后 再fabricated的 memory 甚至根本是整件事 fabrication 法官就没有做下这个判断 但基本上是不可信 即觉得这些公辞 是不可信 法官说 两人分别拘捕 范和盧 这个范子雪 第一名被告 和第三名被告 盧正廷 但位置一左一右 辩方又质疑 拘捕第二名被告 到尾仪的梁姓女督策 已经离职 而且不愿意作供 已经离职 离职 并不愿意作供 好怪呀 这个梁姓女督策 9019知道这件事 因此赞舍其后两份口供 9019就极力否认下 辩方说的这些说话 9019是否认的 法官认为 所有事实实在巧合到 非常匪夷所思的地步 说9019在没有额外资讯的情况之下 竟然可以一年八个月后 二十个月之后 突然说出三名女子 在黑衣人群对眉 法官又说 9019在主问时 最少八次 说三名女子在黑衣人对眉 但在复问时 就改口 说其中两人跑到教后 那究竟 教后 即是两个人在对眉 还是三个人呢 复问时 和主问时 八次说的三名女子 是完全不同 这是第二个争调 另外庭尚曾经播放事发片段 向9019扩认 是不是为当事人 当事人看到黑衣人的情况 他先称 先称 没有那么少的东西 控方追问 有没有看到三名女子 他说 不肯定 但且可辨认到盧正廷 但在他的盘文之下 他在盘文之下 同意片段拍到所有黑衣人 推翻主问的说法 即是你基本上 这是不可靠的证人 你的作工欠缺证据力 法官说 他翻看所有片段 根据盧正廷的图案上衣 身形认出他 但看不到盘旁边附近有两名女子 而且盧正廷身后有四五人 其他人也不吻合两被告的依着 裁定9019的证供不可求 至于警长52190 法官就说他曾经赞写五份口供 头两份是2019年11月12日 其余都是2021年的11月10日 2022年的4月4日 和2022年的8月20日 就警长解释 第四份口供 更正了第二份口供的日期 法官质疑他是有多年经验的警长 多次赞写口供子 又说口供子都是书面打印 但他以首写形式更正了 2021年的年份为2019年 质疑他有多次复合的机会 但直至2022年才发觉有错 是不是多么荒谬呢 连年份都记错 写错 辩方陪问时曾经质疑 第四份口供要澄清 2019年10月12日的口供 但没有表明是第一份 还是第二份 或有人掉了其中一份 都没有人察觉 警长当时说明白 法官就说辩方问题问得隐悔 但隐含意识 異常明显 究竟是不是 就是将其中一份口供丢掉 对于不利的一些自己证供 即不利于控方的一些说法 完全丢掉 法官直言警长的情况 和警员9019的情况相似 无独有偶 在无额外资料之下 一年八个月 即是二十个月之后 在口供之上 加上三名女子在黑衣人群 对美的事项 哪个叫他这样加的呢 是不是这个9019的警员 和52190的警长 这样加法 或者后面有一只黑手 要他加这个东西来结案呢 加到这样 生吞没磨 连这个法官都觉得 哇有没有搞错 完全是fabrication 法官另外呢 是 就是 不好意思啊 法官另外呢 引述辩方说 杜美尔有什么卡奇式背落 而且戴上黑帽 穿上浅色开孔的牛仔裤 警长对杜美尔的描述 和杜美尔的被捕相片 都没有相关特征 法官说警长缺乏杜美尔的显眼特征 对杜美尔的观察极之牵强 这个又是另一点 即是身体的穿着不一样 范子雪一方早前提出 特别事项 说范子雪被警员折查的时候 被问到姓名身份证 警员就指他回答 较早前逃跑时掉了 即是较早前逃跑时掉了 范子雪一方提出反对呈堂 说范子雪的回答掉了 官员当时裁定不可呈堂 另外法官裁定负责 执拾范子雪卡片套的警员 33947 证供不可求 说有调查队员 曾要求警员33947 保交执拾卡片套的位置 但33947说不记得 但他在2022年6月 赞死后公子 在天桥楼梯间执拾 解释指出 有一名调查队员 带他到现场 因此记起位置 今天更觉离奇 觉得不可信 法官直指说法匪夷所思 33947又指出 不记得这个调查员的身份 和所属的单位 对他的解释有很大保留 又说33947 记得执拾卡片套位置的原因 实在牵强 法官又说 警员33947的情况 和警员9019 警出52190的情况相同 说 对于警方的处理手法 本值不想再多说 意思就是说 这班这样的人 不做事又不读书 不知你能力不足 接近民盲阶段 可以说半民盲 而重点不是你民盲 民盲不是罪过 罪过是你道德低劣 之后这样砌词狡辩 没有可靠的证供看出来 你不是说出你自己看到的东西 基本上在以前 perjury 偽证告你 你基本上很有嫌疑 是wraplessly去做出一些 false statement 不只是一个 misstatement 还有一个misrep misrepresentation 不实陈述 而且法庭作供 成为证人 perjury 洗定屁股 坐牢 但是现在你知道 警察不会这么做 律政司不会这么做 所以这个法官都说 对于警方的处理手法 本值不想再多说 意思就是说 垃圾的意思 是不是 不过他不说出 为什么 他再说多些的话 这个法官都被送中 何况这宗案件这样判的话 会不会 喂 就是给一些国安公署 香港警队 律政司搞这个法官 屈他 屈他 就是屈他的王氏 他完全跟王楠无关 他完全按照 证据的强弱 刑事诉讼的 证据的法则去判断 诗听误辞 不可信整班人 刷顏官式 看你前后的证供 完全是不专业 而且后面才加入去 很显然 很多东西都是后面的砌词 而你说的所有的 所有的卡片套 不记得又记得 基本上 看得到有人在引导你作弓 所以香港礼不乐坏 就是警察开始的 那现在国安法指令法官 国安指令法官 我们不堪入目 但起码这位彭法官 我是予以肯定的 OK 即是说 他起码说出他的话 全案可以上诉 但是他在第一审 做出一个这么适当的判决 是一个很符合 我们觉得符合逻辑的判决 就辩方案情 范子雪曾经出庭作供 有些人是担心彭法官的未来 我觉得先不要住 他都说 对于警方的处理手法 本值不想再多说 算了 就辩方案情 范子雪曾经出庭作供 说当时到日式连锁服装店上班 去到巴士站看到多名黑衣人跑来 范小姐感到惊恐 于是一同逃走 对于控方批评他全黑衣着 法官认为难以成立 因为他受聘无奈 当日是接受培训 无需见客 因此不能说全黑装束必然虚假 但说他跟着黑衣人走 是不合理和不合逻辑 你想想想 这件事就是这个法官 我记得旺角那宗 有一宗厨师案 记得吗 他路过的 就被人家说 你是参与暴动 判他有罪 但这个法官 你看一看 你全黑衣 你有其他的理由解释得到 是 我知道你是跟着黑衣人走 不合理和不合逻辑 但 我认不出你 当日的队尾那幅照 我想 没有你的份 OK 还有你解释不到 她是真是 那个人 什么三个人 两个人对不起的人 你 identify不到这个女士 至于到尾而没有作供 法官指传召的证人 没有太大的证据价值 传属全文证供 heer say就没意思了 因为他要是 真的要witness witness和heer say evidence 是两件事 witness是你移民目睹的东西 亲身移民目睹的东西 这叫witness 另外 除了factual witness 还有expert witness 就是 专家证人 例如那些法医 或者检验师 化验师 说的东西 专家证人 但你不能heer say heer say 就是说 我听说 警察有个人 看到那个人 有三个人在后面 这完全是heer say 我听人说的 heer and then say he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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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evidence 全文证供 这些全部 我们觉得 不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 不可以成为正重要的 这个有证据力的证据 这个要视乎情况 所以看证据法则有很多东西 heer say evidence 我才不说 法官最终就说 两名被告虽然相当可疑 但因为 控方未能举证到毫无合理的疑点 缺乏巨分量的环境证供 单凭打扮依着 难以作出唯一的推论 因此两人 指出两人必然参与暴动 因此固定 两人 固知肯定两人罪名不成立 所以范子雪 23岁 杜美尔23岁 老征庭21岁 都是报称恒大学生 就说他1112在大鲁山公路南行 大鲁山隧道行政大楼外 和其他人参与暴动 其中盧政庭开审前认罪 当时开始发生中大保卫战 大家知道历史事件 所以大家知道 现在盧政庭认罪 他会判 但其他两位认不到他 于是乎是无罪 我首先 就是觉得 暂时觉得是 OK 就是他们能够无罪 但危险未完全 这个结束 我都希望 这个危险结束之后 我们再做一个总结 我觉得这个法官是 起码 讲出一些清心直说的说话 不会说 穿黑衣 全部拉光他 不会这样 起码给出一个 全世界知道 喂 香港都有这个法官的 其实很简单 用排除法 譬如彭亮庭 亮就是光亮的亮 庭就是朝廷一庭 不是戴耀庭那个庭 就是没有了那个 一点一画一顿那个 就是朝廷一庭 彭亮庭法官 就是站委法官 在西九龙筹判法院 站在区域法院 去做的这个判决 是令人相当鼓舞的 那么全案会不会上诉呢 分分钟不会 那么看回 未来的结果是怎样 但是我觉得 这件事我要肯定 这个法官 在这个案件 做个判决 OK 这个法官 在这个案件 做个判决 OK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是需要和大家说的 是不是等于我们 以后很有希望呢 我不敢说 因为这件案件 有很多的事情 是可以和其他案件 Distinguish 是一种比较special的情况 但是起码 讲逻辑 讲常识先 起码没有死了先 好 另外一个呢 更有趣 一个人呢 当他发烂诈的时候呢 比如说 共产党治下的香港 他有林郑月娥 有梁振英 依然都会爆发这个反送中 于是乎找个藉口就是 外国势力 境外势力 一日最坏的外国人 你令香港这些暴动 这些暴徒 这些全部黑暴 全部和你们境外的势力勾结的 用这个方式来写嘛 喂 共产党的解释给自己人听 解释给全世界听 为什么会爆发这么大的怨气 哦 不是因为我统治有问题 不是因为我统治有任何的问题 是最坏的 你勾结外国人 搞我而已 最坏都是你 这个就是共产党的做法 那这种做法的话呢 现在有一个变种 就是说 一日最坏的 激进的民主派 反对派 说的是什么呢 垃圾收费原定4月1号实施了 不过临门一脚 延期四个月 期间先行先试 那大家先行先试 就不会理你了 是吧 就是香港人很现实的 延期四个月 就是8月1号 才真的实行 不过呢 近日政府和各大政党 大吹淡风 因为8月1号也都不应该实施 就是胡言之肯定是胎死腹中了 那他怎么样 将这个反转做一个呢 做一个解释呢 千错万错都是极端反对派的错 那由哪个发炮呢 民建联成员和第十届中国桥联副主席 一直就政治形势放风的龙民端 今天就是4月8日在明报责民 敦促各自垃圾征废 第一项理由就是为政策 由当年激进反对派提出 从一开始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很简单 如果这样的话 那当时由负责在林郑月娥团队 和现在李家超团队 负责环保官员 是不是在勾结一些 勾结境外势力的 或者一些极端的反对派呢 是不是在港共政权里面 高层里面 潜藏着 睡着一声呢 反革命的 激进的反对派 绑架了政府 哇 这个真好笑 没有人人头落地 是不是 哪个人呢 黄錦星 是不是 还是哪个呢 你勾结哪个极端的民主派 说不说出名呢 是不是朱凯迪 还是哪个呢 朱凯迪被人运入牢了 在赤柱 你还要冤他 大哥 不知所谓 盧文端第二个看法就是说 进行约一星期的先行先试的乱象 盧文端认为 反映香港远远没有做好垃圾分类 必须的垃圾收费必须的垃圾分类 和回收的配套措施 而沙毛大厦甚至不像垃圾桶 盧文端又提到 香港住宅空间狭窄 基层生活压力大 垃圾收费层易过高 他说香港要坚决摆脱 环保道德绑架 说泛政治化的环保争论 实在是害苦了香港 喂 我一直都觉得不应该做垃圾清费 一直都不觉得应该做垃圾收费 我想香港人个个都不喜欢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民主派主流意见都不常这样做 那你本土派更加不要这样想做 谁搞出来的 你不是只制造个稻草人来打而已 屈而已 最坏的境外势力 他说不出谁 你不是指着拜德 那你不断交 是不是 不会拉他 还要跟他相见欢 那你指着那些极端民主派 极端反对派 又说不出谁 你指着朱海迪 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是不是 所以我就是说这些全部都是 社宅的托词 但是很多蓝丝 红丝 庄税的人士 永远叫不醒的 他们依然相信这些东西 路文端说 犯政治化的环保争论 实在是害苦了香港 那你 拉林郑月娥 拉李家超 他们这个团队 全面负责 全面管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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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024 酝酿这个垃圾收费 哪个管治香港的 哪个全面管治香港的 就是中国共产党 拉习近平 生汤 这个夏宝龙 浙江邦 现在被福建邦殖灭你 遲些我来讲这个问题 汤他吧 老文端 对不对 李武总 对不对 那这些夏宝龙 丁薛祥 习近平 全面管治的 说什么 反政治化的环保争论 害苦香港 说什么 摆脱环保道德 绑架 谁绑架你 你被绑架的时候 还落在其中 哪个绑架你 哪个有反对派 在2020 2021 2020 2023 2024 你5年 你4年 绑架你 哪个绑架你先 我用什么五花大包绑着你 要拉的被人拉了 新闻媒体都不让你放 钱又没有 人又没有 个个都运在监仓中 以后出去了 怎样绑架你 我商保这么久 有没有推荐过垃圾收费 没有 你收皮了 浪文端 继续这样卸责给人家 一日聚水都是共产党 说完了 一切的错误 香港所有的事 错在共产党 你搞那些痴架花在淘汰化院里 搞那些所谓的 红光弹 搞那些什么无人机 搞那些垃圾收费 谁搞的 民主派搞的 这班人 有道德绑架 那你也可以 是吧 不能开发交野公园 喂 现在你89席的立法会 现在有90席 有个人缺席 全部的议席 全部这些都说了事 你不喜欢开发 就开发包他 关我什么事 我也住在香港 不能开发交野公园 幸好港版国安法和基本法23年立法 剷除了反政治化的制度根源 你由2020年开始 已经剷除了任何反对的力量 任何民主派的力量 任何本土派的力量 还有什么我说 卢文端 因果道志 故左右而言他 错不在我们 错不在香港人 错不在民主派 错不在管党派 千错万错 错在乘猪头 错在共产党 错在全面管治香港的问责团队 全部都拉去 无其途刑 我不说死的 死是他自己吊颈自杀 他自己死死的 想吊的问题 拉杀他们去 犯政治化 是不是国家秘密 间谍 煽动意图 逐个分歧执行 无其途刑 判他一半果 一半来 你这么喜欢玩 为什么你不玩 因为刀在你手上 你喜欢斩哪个斩哪个 斩哪个斩我 但是你没有逻辑 我想说 你没有道理 你说道理有什么用 我就同意大家说一件事 不要忘记 垃圾收费的冤手 并不在于朱凯迪 垃圾收费的冤手 就在于全面管治香港的港共集团 他说 不能够任由垃圾收费 耗费社会精力干扰 政府聚精会神谋发展 不符合香港社会整体利益和期望 他说社会对发展经济充满期待 又说垃圾收费困扰是不应该 也不能容许的 是否搬离呢 是否搬亂呢 是否搬亂呢 先动边幅香港特区政权呢 喂 推行先行先示 是否用这件事来打李家超呢 这个就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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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责是一 打狗是二 盧文端的地位不简单 喬链 他做这些事 不会无的放弃的 他里面有些人 开始对李家超这个管治不满 于是乎呢 先说这个不对 但是一日最坏都是朱凯迪 用这种方式来做事 他一日最坏的激进反对派 帮你卸责 那你不是变成反政府 但是什么 梁剑被这帮磨碌看 朝中有人说你坏话 你诈招 是不是 全面管治一劈市 搞这些东西 满意吗 然后叶柳啊 那些什么 謝偉俊出来说 哎呀 我们都要做买版的 我们都不可以 获获做战狼 说这些东西 目的是什么 一方面 要表中 另一方面 有不同的线路 他在说不同的说话 是不是 盧文端 和李家超死过一混 你不和他死过 你死哪个一混 是没意思的 是不是 盧文端又端出中央 哇 和皇帝来 相信也不是中央希望见到的局面 哇 亮剑啊 不符合中央的希望和要求 你用性指导 并引述两会期间主管港澳事务的副总理 丁薛祥说 香港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之后 应该将工作重点转移到谋发展 那垃圾收费不是谋发展 就是谋发展 政府应该及时止损 尽快各自垃圾收费争计 包括再次压后或者完全停止 找一条符合香港实际环保和发展的可行之道 第一步先做好回收配套 确保社会聚精回神谋发展 他又说政府配解套 说政策不会损害政府的信誉 相分更符合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 要求特区政府提高治理水平 找大事定优次保重点审时堕塞发现问题等等 消财垃圾收费争计 正是展示敢于担当善作善成 梁正善自的新作风 传媒抄袭这样的东西 换言之就是说 习近平 is watching you 就是 努民怎样意思 要这个李家超 收皮 收皮 现在说我写个扎在其他地方 你再不收皮 那扎就在你的身上 哇 协天子以令诸侯 哇多重要 努民端 聪明 不过当然 他是习近平的代理 李家超在抹底 喂 是否我有威胁 喂 先问中原版 先问国安公署先 先问港澳版 喂 这个努民端 为何突然写哪个文章 是不是有人想搞我 买起我 不好意思 这个是 第十届中国僑联主席 副主席 嗨 接着你说 李家超不是害怕 他今天有得陣没得睡 是不是 习近平 有对我 不满意的地方 要我立刻认 而是否真是真确的 北京的最高指示 他在想的是这些 他不是在想垃圾收费 对不对 他在想的是 是不是北京真实的意思 透过路民端的传达呢 我答给你看看 李家超 我答给你看看 李家超 你现在的超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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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共里面的斗争 开始了 OK 自己看下去 OK 所以两单新闻 对我来说 是一件好事 OK 是一件好事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下一次我们讲中国新闻